嗨大家好,我非常周星医生 反酸、烧心、胃虫、反流病是咱们消化科非常常硬的疾病 也是在日常诊药中经常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这个疾病治疗 有的非常多的一个误区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 重治疗而轻 巧理 具体怎么说呢 例如说很多人就特别重视 到底该吃什么药好 吃什么药有效果 但是在日常生活这方面 特别不注意 尤其是在饮食这方面 更压得不注意 想吃什么吃什么 于是导致这个疾病呢 最终只有两个结果 就是说停药就复发 或者就是说停了药过一段时间就复发了 总之来说 它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都知道 胃病来说 或者胃肠病来说 它的关键在于三分之七分养 那么养这一方面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饮食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俗话说得好 就是病虫口入 那么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说 这个病虫口入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你要知道 你吃下去的东西 首当其出的 就是对着胃肠道而来的 所以说如果这个东西 它有刺激性 有害处 那么你的胃肠道 是最直接受到一个刺激的 对于胃肠道反流病来说 日常饮食这方面 到底应该怎样做 才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发生呢 那么今天这视频呢 就详细给大家谈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 我们得先了解 为什么反流病 它的发生原理 因为你要知道 你想治疗一个疾病 你不知道它什么原因 所造成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病 它就是一个空谈 我们必须知道原理 才可以谈这个疾病 如何进行个治疗 所以说 别嫌我啰嗦 那么首先要说的是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反病 很多人都说 那就是胃酸多了 确实这个胃酸增多 是胃酸反流病 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 胃酸反流病 它的发生 可不仅仅只有胃酸增多 才会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重要因素就是 我们胃肠道动力 出现了异常 因为我们胃肠道来说 它的这个 蠕动方向 或者就是说 它的这个消化方向 应该是至上而下的 我们吃进去了东西 通过食管 然后搬门进入到胃内 然后再通过幽门 进入到这个肠道内 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动力差的话 会导致什么情况发生了 就会导致 我们的食物 或者我们胃里面的胃酸 在胃内大量的储留 大量的停留 那么食物 在胃内大量停留之后 它会刺激 胃分泌更多的胃酸 因为我们的胃会感觉 这个东西是消化不了 是不是我肺酸 分泌不足了 那么会大量刺激 胃酸的分泌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只会导致 我们的胃的负担更大 那么我们的动力 再差一点 那么这个 酸多了 一旦多到这些程度之后 就非常容易通过 斑门 而反流到食管内 造成反酸 烧心的这个情况 那么 同理 也就是说 我们就算胃酸 有时候分泌多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动力 特别正常的情况下 那么 这个 胃酸 可以非常快速的 通过幽门 被排入到小肠内 因为小肠里面 就十二指肠里面 它的环境 相对于胃来说 它是一个偏向于 减心环境的 胃里面是个强酸环境 它再进入到小肠内 它会可以被小肠里面的这个 减心回心环境 所综合 所稀释 所以说 就算胃酸 分泌 稍微多一点 我们的动力 如果正常的话 它也不容易出现 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动力好的话 你的奔门这边 它的这个门 比较紧的话 也不容易造成 胃酸 反到食管内 或者就说 少量的胃酸 进到食管内 我们的食管 蠕动能力特别强 蠕动这个 特别正常 那么就也很容易的 把这个酸再推回来 也不容易造成 这个胃酸的反流 所以说 这也是被很多人 所忽略的 这个反流原因 就是胃肠道 动力弱 胃肠道 动力 节律 出现异常之后 造成的这种反流 那么 其实啊 我们都学过 这个大鱼治水 我们老祖宗都知道 堵不如书呀 很多人就说 在这个治疗 为什么反流病的时候 就会特别想着 吃各种各样的 异酸药啊 奥米拉庄啦 雷贝拉庄啦 或者又新出的 弗洛拉森啦 这些要我去 抑制胃酸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 这个胃肠道 动力差的时候 那么你仅仅把 酸给堵住了 那就有多大的用途呢 啊 它该反流 还是得反流 它该负账 还是得负账 该烧心 还是得烧心 所以说 不千万不能忽略 动力异常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啊 那么你想一下 异酸药 如果用的过多 它又会出现 什么情况了 先不说 就是说 这个胃酸 本身是消化食物用的 我们的胃酸 如果被大量的 抑制分泌的话 首先会造成 消化不良 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 异酸药 用了时间太久的话 也有一定程度 会造成胃吸肉 就是胃内的 这个酸性环境 没那么酸了 它会刺激 胃吸肉的生殖 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会导致这个 胃萎缩 萎缩性胃炎的 这个发生 当然了 这个东西 就是说扯得有点远了 咱们在谈了 这个方面的问题之后 我们知道了 这个胃酸反流病 它是由两个方面 原因所导致 就是动力异常 和胃酸分泌异常 这两个方面 原因所导致 那么我们 在饮食调理这方面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需要避免 这些容易扰动 我们胃肠道 蠕动能力 容易刺激 胃酸分泌的 这些食物 去进行一个调理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总想的 吃哪些东西好 我们得先了解 不能吃哪些东西 因为病从口入 你知道什么东西 不能吃 那么不相对应的 你又知道 什么东西能吃了吗 那么扯得远了 那么为什么反流病 我们不能吃哪些食物呢 那么有些话 得事先声明一下 避免有人喷 你这么一说 啥都不能吃了 我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过度 例如说过度辛辣 过度刺激的这些东西 是过了那个度 不要太过了 偶尔一点没事 但是 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 反对烧心 正在就是说 疾病发生的时候 肯定是尽量不吃了 但是就是日常那方面 你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说 稍微一点没问题 但是不要过了那个度 咱们中国经常讲 一个中庸之道 任何事情都不能过了度 一旦过了度 就会出现物极必反 所以说 记住 我说的是不要过了 那么先说第一类 第一类呢 就是那些过度辛辣 刺激的这些食物 这些 比如说辣椒了 生姜了 生蒜了 这些东西 毋庸置疑的 进到你胃里面 以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呢 它会导致 胃酸分泌的一个增多 另外一方面 它对胃的这个刺激呢 也会影响到 我们胃肠道正常的主动 你要知道 如果它有时吃的特别辣 你吃进去的时候 或者肚子感觉就是紧绷绷的 那因为你的这个胃呢 它可能就出现一个痙攣了 你想一下 这个胃 它本身是 它应该是至上而下的 这边收缩 下边是疏伤的 就跟接力棒似的 一点点这个 往下传屁 那么如果它整个胃 都在收缩的时候 您觉得 这个东西还能下得去吗 就和捏气球一样 或者就和捏这个打气筒一样 胃它就是一个皮囊呀 它就和一个皮球一样 你这么一捏 它胃这么疯狂的 这么一收缩 它里面的微酸菜增锅 你觉得就和一个捏气球一样 你这么一捏 你觉得它会不会通过 上面的口呢 反流到食管内 所以说 吸哪个东西 最好少吃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避免少吃这种 过酸的食物 比如说这个甘菊类的水果 或者经常吃些果汁 或者就是说 吃比较浓的一些这个醋制 或者有人特别喜欢吃醋嘛 和那是 我有一朋友 那醋就是 吃什么东西都加醋 那那醋就跟不要钱 往里面放 你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 其实不用怎么解释 你吃那么酸的一个东西 它肯定会增加这个 胃酸的这个分泌 另外一方面 它还会 它本身这个酸 它都会刺激胃添摸的 这就不多说了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要少吃这种 滚烫的 或者过热的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它其实呢 和这个辛辣 刺激的这个食物一样 它也是容易 就是说刺激 我们直接刺激胃酸的分泌 也会容易刺激我们胃的这个收缩 也说白了 也会导致我们胃部的一个痙攣 它辛辣刺激的食物来说 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引起腹痛 引起反流这个情况 那么 第四类的食物呢 就是说 要少吃这些油腻的食物 还有就是少吃这个甜食 例如说油炸这个食品 巧克力 冰激凌 坚果 这类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油腻的食物来说 它消化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 比如说我们吃蔬菜水果 在你胃里面 也就是待两三个小时 就出去了 但是如果你吃这个大肥镖 就是说比较红烧肉 这类的油腻的东西 或者又甜食了这个奶油 这些东西 你吃进去之后 我们的胃消化 它需要大致四到六个小时 才可以消化它 所以说这些东西 它不容易消化 那么相对应的 就会引起我们胃肠道 乳动负担的一个加重 减弱我们胃肠道的乳动 那就和咱刚才说的 你乳动减弱了 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 会不会导致反流的一个发生呢 另外一方面 这个油腻的食物 大量的在胃里面停留 也会刺激胃酸的一个分泌的 甚至就是说 它还会刺激胆质分泌过多 造成这个胆质反流 肥炎等等这些情况 这就扯了 都不多说了 就是说油腻的东西 经常少吃 然后呢 第五类就是说 少吃那些 粘性较大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糯米这些东西 你想一下 粘性较大的这些东西 你吃进嘴巴里面 还会粘你的牙齿 粘你的舌头 那么你觉得 它要进到胃里面 它会不会容易影响到 我们胃肠道正常的主动呢 比如说把你的胃里粘一下 那么你的胃 它疏脏的时候 肯定会受到比较大的阻力的 而且它和油腻食物一样 它也不容易排出胃里面 从而造成这个东西 在胃里面停留时间长 也会间接刺激 我们胃酸那个分泌 那么第六种情况 就是说 尽量避免喝酒 喝咖啡 喝浓茶 喝比较流质的食物 喝酒这个东西 我不多说了 酒精这个东西 乙醇这个东西 它会直接刺激胃研膜 造成胃研膜的刺激 引起胃酸分泌的增多 另外一方面 它也会刺激胃部的精卵 还有就是说 酒精这个东西 你知道它有一定的麻痹作用 它麻痹之后 也会影响到我们胃肠道正常的主动功能 另外它进入血液之后 它也会就是说 间接的破坏我们胃肠道的保护层 因为它会影响到 我们胃研膜屏障的防御能力 所以说酒精这个东西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它对胃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另外我为什么怎么说 不要喝浓茶 浓咖啡 因为这个东西 它本身来说是会刺激胃肠道蠕动的 也会引起我们胃肠道蠕动功能的异常 因为茶和咖啡里面 它里面这个咖啡因 本身来说 它都是会兴奋我们的神经 那么它如果兴奋神经之后 你觉得胃部 它过度兴奋之后 它胃酸分泌会不会增多 另外一方面 它兴奋的时候 也会引起我们胃部的 这个收缩力的加强 那么你一旦过度的收缩 而不舒张的话 也会引起 咱刚才所说的那种 它这个东西 容易往上反的这个情况 另外一方面 茶里面如果过浓的话 它里面这个茶碱呢 也是对于胃黏膜有刺激的 那么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要少喝这些流质食物呢 就是说少喝粥 对于胃酸反流病的人来说 因为粥这个东西 你想一下 相对于固态的这些东西来说 它进到胃里面之后 会导致什么情况 会导致就是说 比如说胃酸反流病来说 它本身 它这个胃肠脑蠕动能力解弱 这个崩门 它就会比较松一点 那么你觉得里面 要是固态的东西 你在弯腰的时候 容易通过奔门流到食管内 还是就是说这些 跟水似的容易流出来的 那肯定是固态的东西 不容易流出来 你多喝粥 首先粥这个东西 它不用刻意的消化 所以说 它对于综合胃酸能力 是会下降的 所以说 也间接的会导致 胃酸的一个增多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东西 它进入了胃内之后呢 它比固态的食物 更容易通过奔门反流到外面 加重反流的产生 因为反流出来的时候 它可不仅仅这些食物反流出来 它要混合的胃酸反流出来 所以说 会间接的导致 烧心反酸情况的一个加重 另外一方面 流质的食物 相对于固态的食物来说 它不容易刺激 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功能 经常吃流质食物呢 其实 胃肠道本身来说 它也是一个激动呀 什么东西叫做用劲废退 那么你经常 吃这些 不用怎么消化的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 喝粥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不用你的胃 特别的去蠕动 去淹磨这些食物 那么你想一下 长期的胃不去蠕动的话 那么它肯定蠕动能力 会逐渐减弱的 当然 这个情况 也是就是 另外还要说的 就是说 少喝这个牛奶 对于胃肿反流病的人群来说 因为牛奶里面含有大量的钙 钙这个东西 会大量刺激胃酸分泌 所以说 对于胃肿反流病的人群来说 不建议喝太多的一个牛奶 关于胃肿反流病 尽量少吃食物呢 大概就这么多了 这个视频也就说这么多了 大家也别嫌我啰嗦 我是想尽量的让大家了解一个原理之后 您才可以知道 这个疾病如何治疗 是更好的 我一直觉得 看病这个东西呢 受人与鱼不如受人与鱼 你告诉他原因 这些 大家才可以更加有效的 去预防一个疾病的发生 和治疗一个疾病 你不知道他原因 你就是说 光知道吃什么药 日常这个饮食方面 我也不是说特别注意 我吃这个东西怎么不好了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咱知道了原因之后 其实 对于一个疾病治疗 是更加有效的 也是更加高效的 所以说 别嫌我啰嗦 我是想让大家尽量的搞清楚一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